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18号 最近的话 大家把菜苗摘下去以后 有一部分朋友来问 他们的菜苗怎么被咬断了 叶子怎么缺了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 这90%的激励是BT虫杠的 只有大概10%的激励是蒂老虎杠的 非这两种莫属 根据我十几年在温哥华种菜的经验 我认为BT虫是种菜当中的头号害虫 今天就准备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预防BT虫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 订阅以后 你就不会错过每一区的精彩内容 说起BT虫 它还有一个很亲近的表情 那就是蜗牛 BT虫在英语里面叫slug 蜗牛在英语里面叫snail 它们两个的习性非常相像 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BT虫它背上没有背着一个硬壳 它大多数时候是在地面活动 蜗牛也在地面活动 但它背着一个硬壳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爬得很高 顺着植物的杠 爬到两三米高的地方去危害树木的诱液 这就是它们差别 但最主要的是BT虫 把BT虫预防了 那蜗牛也不是个问题 那说到预防BT虫 那首先要知道它的几个特点 它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大家要了解 了解以后就能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 第一点 要知道 它们喜欢吃什么 它们喜欢吃蔬菜的嫩叶 往往人喜欢吃的菜 它们统统都喜欢 小菜苗刚出来就会被它咬断 这是造成缺苗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BT虫的危害还不紧致一点 因为BT虫它在阴阳潮湿 肮脏的地方活动 它的身体里面含有大量的病菌和寄生虫 虫暖 被它爬过的菜 有的时候级别它不咬 它会留下白白的BT一样的东西 那里面会含有一些致病性的病菌和虫暖 清洗当中如果不认真的话 会特别是生吃这个菜的话 可能会引起这个寄生虫寄生在人 在身体里面 对小孩的危害特别大 所以BT虫必须要预防 必须要清除 另外很多人说 我只见到菜苗被咬断了 但是没有见到它 甚至还说没有虫子 哪里找虫子 其实这是因为 这些朋友他不知道 BT虫藏在什么地方 另外我们还要了解 BT虫什么时候出来 BT虫又怕什么 好 我就给大家说 BT虫它藏在什么地方 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白天的确很少见到它们 除非你放弃那些 一些物品的时候 它的背面会藏着 另外它出来的时间 它的特点是晝福月初 白天躲着 藏在阴暗的地方 往上天黑以后就出来了 活动时间一般是在天黑以后 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 那个时候是高峰 吃饱了 豁足了 天亮了 又回去藏地的地方藏起来了 所以你天亮起来一看 只是被咬过的苗 没有见到它们 这不奇怪 但是地上一定会留下痕迹 就是藏缺的菜标 和鼻涕一样的东西 还有它怕什么 第一它怕干 干糙的地方 它是不会去的 因为它身体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水分 没有水分它活不了 第二它怕盐 盐会让它脱水 第三它怕碱 碱性一样会让它脱水 第四它怕疤 知道它有这些特点以后 我们就可以预防了 那好 预防上 我永远强调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 对鼻涕虫而言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 是我建议菜床做成高菜床 那又是其次就是说 如果你在草地上做菜地 最好用木框分割 而且菜地比地面高出一点来 越高越好 矮的话像我这个矮一点 大家看 也有十几公分 但是大家再注意看到 小便黑黑的 这是无防部 我在铺狮子之前 所有空气上都电上了无防部 就阻断了他们原来 从泥巴里面上来的路径 铺了以后 立马减少了90%以上 所以做高菜床 高一点的菜床可以做到 七八十公分 这样的话也不上腰 当然它花费大一点 但是至少像我这个做一个 的话 会大大减少这个鼻涕虫的危害 万一它偶尔上来一两只 也很快就发酵了 发酵了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注意田园清爵 我都非常历来是重视田园的清爵 就是在菜地周围 不要留下任何杂乱的东西 杂草杂物 要及早清除 这样它没有了藏身的地方 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另外呢 真发生了这个鼻涕虫怎么办 如果你第一天发现鼻涕虫被咬嫩的菜苗 那可以在网上天黑以后 15分钟到20分钟 别太早 早了鼻涕虫不出来 网了鼻涕虫已经吃饱了 豁足了 走了 也危害了 所以这15分钟左右 打着手电筒去找 我这个菜地在12年前刚做的时候 鼻涕虫也很多 那我们是每天晚上都得出来找鼻涕虫 差不多在两三年都是这样找出来的 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找出1000多条 找出来以后怎么办呢 用一个这个用过的牛奶瓶 里面放上一点水 放上大量的盐 用筷子加了直接扔进去 这样它就活不了了 当然这个方法倒是不得而已的办法 后来我嫌麻烦 我干脆找个剪刀 剪刀用剪刀一剪刀给它加成两磅 所以是都有这个过程 这是这样的话 方法虽然这个笨一点 但是非常有效 可以立刻把刚坏死的鼻涕虫找出来 消灭掉 停止它们的破坏 另外的话还可以找一个一些厚纸板来 把它弄潮 铺放在菜地周围 过四五天 把纸板翻过来 就能看到 下边就藏着鼻涕虫 这样就集中把它们抓捕以后销毁 所以十指板 右补 它们也是个好办法 就是只能为给它们提供一个藏地的场所 但是定期去找 把它找出来 这也会很快降低这个鼻涕虫的数量 第三一点 就是有人建议的撒草木灰 但是现在在这用草木灰不太现实 因为你上哪去找草木灰 可是我们有替代的东西 Home Depot有卖Rapid Lime 就是快速的石灰 它是白色的粉末 碱性很强 买了那个不是菜地里面到处撒 而是顺着菜地的四周撒一圈 防护地带 因为这个鼻涕虫 它爬往菜地去搞破坏的时候 它必须爬过那一带 如果有这个强减性 它害怕它就不会去了 用盐的话不太现实 因为这个盐的话 扫了时间长以后 会造成这个土壤含盐量烫高 长久来讲对这个菜地不好 另外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很辣的辣椒 可以做成那个辣椒水 隔三差五的往菜地四周喷一喷 这可以减少鼻涕虫的危害 再一个办法就是鸡蛋壳 这是群里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 那不能用新鲜的鸡蛋壳 鸡蛋壳得用太阳晒干 把那个蛋清彻底晒干以后才行 否则的话如果蛋清还在着 会招引这个餐饮 招引其他虫子有意味 鸡蛋壳晒干 戴上手套 把鸡蛋壳捏碎 捏碎以后 撒在菜地的四周 也不需要到处撒 撒在菜地四周就可以了 因为鸡蛋壳比较锋利 鼻涕虫的身体是软软的 它爬过的时候会划破它的身体 它就不爱过来了 这是它防止的原理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用 这个鼻涕虫的诱纹 它叫 英语叫slug bait 或者snare bait 这个大家请放心 它不是用有毒化学物质做成的 它是用硫酸垂加了和玉米面做成的 这样的话做成颗粒 鼻涕虫吃下去以后 它在里面大量吸水膨胀 就把鼻涕虫撑死了 我在我这里面有用过 用过以后预防效果不错 这个 慢慢 当它不是马上见效 也会逐渐逐渐发现 看到的鼻涕虫 有气无力的 不像过去那么疯狂 这实际上就是slug bait的效果 但是归根结底 slug的预防 还是要靠预防为主 就是高菜床 田园清洁 原来我在弄菜园的时候 也是有这么个过程 最近这五年 基本上不受slug的困扰 所以愿意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身体健康 种植愉快 顺便再让大家看一看 我这个算苗地 看过前边这个视频的就知道 前九十里面充满了技术 现在技术没有了 坎瓜苗已经那么大了 我已经趁下雨的时候 把赵子拿了 这个算苗中间 又种不上了豆角的种子 下周就应该出苗了 请大家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一期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